久病的状况 这个第一类我们现在讲的是老人病 现在的名词叫老人痴呆病 严重的现在人也叫做植物人 他一口气不断 确确实实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我们遇到很多 躺在床上七八年十几年 全家人照顾 大概得这种病的都是相当富有 老年的时候得这个病 那个医药费非常可观 日夜三班护士来照顾 所以这复古病 我曾经遇到有同修 他家里的老人带着这个病 七八年 已经到不行人死 他家里面 这个这个 亲属儿女 他都不认得 问他你知道我是谁啊 你是谁 他都不想 所以家里人来问我 像这样的病求佛菩萨 有没有好处 好处有啊 问你肯不肯相信 他为什么不走 业余里面常讲啊 所以 落惊人亡啊 他是人亡落未惊啊 换一句话说 他的佛报没想完呢 或者是寿命到了 佛报还没想完 那怎么办呢 只好躺在床上想了 如果明白这个道理 你说他一年所花的 那个医药费多少钱 你把这个钱全部 给他做好事 把他捐献出去做好事 那么他一个 如果他还有寿命 这个人慢慢的就恢复健康 就好了 如果寿命到了 他就过世了 他过世了 他身有好去处啊 他急得复杂了 可是你要不相信 你要怕人家是骗你的钱 好了 那你就成护士慢慢开销吧 我们看得很清楚啊 懂得这个道理啊 所以平常 如果你要想健康长寿 要想减少疾病 你应该把你想到的时候 我生病大概要花多少钱 你把这些钱捐出去 捐献给那些病苦的人 捐作那些贫穷人的医药费 那你就不生病了 你生病开销的这个医药费已经没有了 你捐给别人了 别人带你生病了 你就不会生病了 所以你看有许多人都储蓄一笔钱 准备年老的时候生病 他怎么会不生病 已经想好了 除去那个医药费越多 那病的时间就越长了 越久越重了 不就是这么个道理吗 所以我常常劝人每一年都要把这个医药费捐出去